Hello everyone,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燕恩 那距离我回到北京呢,蛮打蛮算 刚好两个月,然后我开始我的硕士生活已经是一个月多一点 大概七周到八周左右吧,就差不多也是两个月 然后这段时间的生活其实过得挺平淡的 但是也有一些很引人深思的事情 请和大家讲一下吧,今天这支视频就是一个类似于聊天的视频 也给你们知道一些我最近的生活之类的东西 其实我想了很久,到底要不要去聊这件事情 或者去分享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对我来说还是蛮私人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既然我是要记录生活 那我也是应该记录一下自己的成长 然后对这个事情也思考了很久很多次 所以我觉得说出来也无法 其实从小到大吧,我的友情都不算特别的顺利 这一点我觉得是和我个人的性格有一个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是一个很矛盾的人 实话说吧,我很渴望一段很长久而稳定的友情 甚至有点过度理想主义,会觉得说会有那么一个人会特别懂我 会有那么一个朋友是我会很在意很在意会很珍惜 因为他特别特别懂我 就是我会有一种完美朋友的这种概念 就是很不切实际,所以我才会说特别的理想主义 因为自己心里已经有这个不应该存在或者说很奇怪的这个模板了 就导致我在人际关系上其实我很反复 就我对人很反复 就很像如果上一次见面,我觉得我跟你很聊的来 然后我觉得你可能80% fit我那个所谓的万美朋友的模板 我觉得跟你关系处得很好 可是之后下次见面可能你说的一些事情,你做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我自己的想法 可能你什么都没有做,但是我想法有改变 然后我就会突然间等上次见你变得更冷漠了 就不像上次那么的热情啊,就很反复 所以在别人看来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 怎么上一次突然的那么热情,现在又突然那么冷漠 就有点捉摸不定,就特别奇怪 但是这件事情也不会影响我正常交友 就是我是有朋友的,像你们在我视频看,其实我是有朋友的 但是就是我还是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很格格不入 就是没有办法去融入一个群体还是什么 所以很多时候我像一个孤岛 我会可以跟特定的一些几个个人做朋友 但是你从来不会看到我是属于哪一个群体 我觉得这个跟我有这个所谓完美朋友的概念 是挂钩的 所以导致我就是没有办法融入任何的群体 因为一个群体没有两三个人 但不可能所有人都可以跟你完完全全的100%的契合 然后我就在追求这种不存在的所谓100%的契合 然后就让我整个人很反复 然后有时候也会很反复的内耗 所以我这种性格,然后我这种想法 就会在我遇到可能那么一个人 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很靠近我所谓的完美朋友的模板 然后我真的跟他非常聊得来 感觉很 对这个人就是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那种感觉 我就会真的掏心掏肺的去对这个人 我不是说我对其他朋友没有掏心掏肺 我都是真心去交朋友 但是可能对于这个人我会有更多的在意 更多的 就是那种 特别想要赚紧的感觉 就不想要失去这个朋友的感觉 随着我投入的感情越来越多 我在意的越来越多 相等的 一开始我可能不会要求对方回馈我什么 但是人都是探心的 一段时间之后可能我就会不自觉的 想要从对方身上拿的更多 然后这可能会对对方造成压力 因为我把他看成第一位 对方未必把我看成第一位 就很常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那为什么我突然间跟你们聊起这种 我一些在交友上的一些困难的地方 或者是一些我很不切实际的一些 所谓的幻想 然后去聊 这些我从来没有跟你们聊过的东西 因为我回到北京之后的大概两三个星期吧 我就和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断脸了 他是我很在乎的一个朋友 然后很容易花时间去和他 维系这段友情的一个朋友 然后我回来之后就断脸了 那这个断脸不是双方主动吗 其实前一天还很好的在发消息 然后隔一天忽然的对方就不回消息了 然后我只是以为是短暂性的不回消息 可能过几天就会回 但是一天变三天 三天变五天 五天变一周到两周 然后我发过去的消息都石沉大海 我就意识到对方主动断脸 因为像我前面讲 我就会把这个特定的朋友看得很重 然后会很在意 会很害怕失去 所以当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 其实我蛮冲击的 我的一个想法是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因为从小到大都是友情不是特别的顺利嘛 我就觉得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 是不是我给对方太大压力啊还是什么 可是其实像我说的 我们前一天聊天的时候 其实还是很正常的聊天 可是隔天突然之间他就叫失 他就不愿意回信息 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我大概缓了一个多星期吧 就是去让这件事情 sync in 就是确认说对方确实是单方面断脸 然后我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我应该做些什么吗 还是我应该什么都不做 就这样子接受这个 对方的这个行为 我真的想了很久想了很多 然后也会去想 为什么总是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 其实我一直都有在练习一个东西 就是 别人的课题和我的课题 对方选择断脸那是他的行为 我没有办法去控制他 不许那么做 不应该那么做 然后我的课题呢 单纯就是他这么做之后 我的反应是我可以控制的东西 所以我不能去干涉别人的课题 那我只能去调整自己 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所以我用了一个多两个星期 甚至三个星期 接受这件事情 我很难受 对方这么做 然后我很难受 因为就突然间失去了一个朋友 但是 Life goes on 我还是需要继续生活 所以我必须接受这个事实 就是 对方不愿意再给我做朋友 或者对方不回信息 可能是有他的难处 那就是 我个人是没有办法接受 一个朋友就穿一件这样子消失 就是你可以跟我说 你可能想不联系啦 还是什么 就是 我要的是沟通 而不是这样不明不白的 就这样子 断掉 那时候的情绪就特别的乱 因为我刚回来三周 四周左右 也是刚刚开始接触我的硕士的血液 所以我也处于一个很慌乱的状态 然后我最要好的朋友 我常常可以去跟他说 我的压力的这个朋友突然间消失 呃 真的 很混乱 然后一时间我不知道自己的生活中心在哪里 我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那个平静 那个安静是突然间来的 就是某一天 跟朋友聊完一天之后 然后回来我一个人 嗯 思考 去想这件事情 比起伤心生气怨怼 突然间一个很平静的感觉 takeover 然后我就在思考 事情变成这样 到底为什么我会在一个人消失之后 或者是一个朋友这样子 离开我之后 我总是会陷入混乱 以前到现在 我去思考这个问题到底为什么 为什么每一次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都会有这样子一段很慌乱的阶段 我就一层层去po 一层层去想去推套 然后发现其实最底层的问题是 我害怕独处 I'm afraid of being alone 从以前到现在害怕独处这件事情 being alone这件事情 其实对我来讲是很陌生的 因为一直以来都会有人在身边 我不是说我不独立 其实我又 就 being alone 独处跟独立是两个概念 就是我是一个独立的人 很多事情我可以自己去完成 但是我不想要一个人 既然你身边可以有那么一个人 陪你或者是跟你一起做 why not 当然我现在讲的这个东西 也不是绝对的 因为我也会有的时候 特别想一个人待着 就不想跟任何人的社交 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一个情况 就是人都是多样性了 我不否认我也是一个特别反复的人 所以我真的思考了特别久 然后就不得不承认 我是真的非常害怕独处这件事情 内心对独处 甚至有一种比较不健康的心态 很像如果我一个人去食堂吃饭 我会觉得我很奇怪 可是我看到别人可以一个人去吃饭的时候 我又会觉得我好对方很勇敢 所以其实你仔细这样看的话 就是我潜意识里认为一个人 其实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 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是一个会要用一样眼光去看待的事情 所以我不想一个人 所以我想要有别人一起 所以常常就是想约朋友啊 或者是不要 总之就是尽可能避免的一个人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没有人的时间是可以100%跟你一样呢 就是你每次约人可能会 因为他们有事情 他们的课的时间不一样 一大堆的问题 然后可能就是对方行动比较慢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确认下来时间 确认下来日期 就一直在调 然后我就觉得 为什么我要迁就这些人 为什么我要迁就他们 好麻烦哦 定个时间吃 不行就不行 所以就是我很矛盾 I don't want to be alone but I don't feel like following what others say 因为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时间表 那种感觉 就是我不想要去随波主流 我不想要去符合任何人 可是我又需要人在 所以就整个 哇 所以我会很混乱 到底我想要什么 其实为什么会有这样 那么反复内耗反复的蛮多 其实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我自己真正喜欢什么 我一方面觉得一个人心动很好 我不需要迁就任何人 我可以自己做我想做的事情 可是一方面我又很害怕一个人 就一直尽可能找人陪我 尽可能去融入弄到自己很不舒服 整个人就是大写的矛盾 大写的反复 然后这个东西就完全反映在我人际关系 大家就觉得我这个人为什么一直变 一直变一直变 这样的概念 所以跟究底就是我没有好好的跟自己来一场对话 我没有去了解我自己真正需要的什么 甚至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 那种内核不稳定 我的情绪价值是绑定在特定一个人 特定一个群体 特定一件事情上 而不是我给我自己提供情绪价值 有朋友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还是会跟朋友出门 但是现在我就是在学着更多的去习惯独处 就是很多事情自己一个人去做 不用害怕自己一个人去做 如果这件朋友锻炼的事情没有发生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去深入的思考 我自己的情绪价值到底绑定在哪里 我自己到底内心想要的是什么 就一方面这件事情确实给到我很大的伤害 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帮助我成长 帮助我去逼着我去面对一些 我一直以来都不想去面对的东西 一些个人心理上很纠结的点 我就是完全不用管 反正不影响我生活 但是现在就是当头一棒 我必须去面对 因为硕士生活 你真的就是更多的是你个人 更多的是你个人的一个节奏 个人的一个完全成长的过程 所以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差不多一个月了吧 跟这位朋友的事情 其实我没有吵架 就是真的就突然间就不联系了 我有尝试再去联系 对方没有回 就是我们就是没有吵架 也不算和平 因为在我看来就是没有沟通 就这样子断掉 就有点 I don't understand why 但我从一开始很怨恨很怨对 为什么要这么做 到中期我透过自我对话去消化我自己的情绪 去理解底层逻辑 到底为什么我会那么难受 对一个朋友的离去 就开始一点点的去学习怎么独处 我不要去依赖任何人给我情绪价值 这一点我还在努力 我的快乐和我的满足 不应该是某个人 或者是某个会变的事情 可能可以是我吃一餐好吃的东西 可以让我快乐 也可以是我课堂展示很顺利 我觉得我的努力被肯定的快乐 但是一些正面的情绪也好 负面的情绪也好 我绝对不应该把它绑定在任何人身上 不应该绑定在我家人身上 不应该绑定在我的闺蜜 或者是我其他好朋友 我学妹我学姐的身上 从来都应该是由我自己 去感受我自己 去提供给我自己的 说实话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要去承认 我过去一直在逃避 然后我做的一些事情 是有很多 也不是说不对 但是就是 不太好的地方 其实是有点难 因为我一个蛮有自尊心的一个人 我还是会觉得自己 其实做的挺好的 这样子 可是你深刻去思考的时候 就是很多时候 我还是会自私 我自私的点蛮多 那现在我可以去直面这些问题 然后很努力一点点的去改进 每天进步一点 甚至一个礼拜才进步那一点 也没关系 现在我是可以一个人去上课 一个人下课 我想做什么 我不会很刻意的去找人陪我做 我可以一个人去做 再慢慢的进步 这件事情 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做到百分百的那一核稳定 我还是会有觉得很孤独的时候 还是会觉得很伦理 我有时候内心会有个感觉有个空洞 这种时候肯定是有人 一定会有这种时候 不可能你从头到尾 永远都是富足快乐 真的没有可能 所以情绪上的high and low 我已经慢慢去accept它 有时候会想起一些事情 开始钻牛脚尖 情绪低落 我承认我是人 我没有办法做到完全情绪的平稳 然后也透过这次这件事情 就是很突发的这件事情 我也意识到说 人啊真的没有谁是绝对会陪你走到最后的 不管是你的家人也好 或者是你的朋友也好 真的没有谁可以100%跟你说我会陪你走到以后 陪你走到未来 就是真的 你越是害怕失去 越是想强调留下来这件事情 要是强调掌握这件事情 其实它会遗失的更快 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一直一直都会在的 那就是你自己 一直会陪着你自己 走到最后最后的 都会是你自己 所以我真的深刻意识到跟自我对话 总是抽出一段时间来跟自我对话 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那对于这段让我引发深思的这段友谊 我不敢讲我已经释然真的 因为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很容易就把事情跑到脑后的人 我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复原 我也不太愿意去承认说我苦心经营的友情结束的那么潦草 就我会觉得很丢脸 我真的以为我可以很好的去维持这个友情 我觉得我已经掌握 但事实证明其实并不是 然后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 你可以去完全掌握的 我是真的不知道事情怎么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之前确实很想要那个答案 那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个答案似乎也很没有必要 因为对方这么做其实他也很清楚知道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因为对方足够了解我 足够知道他现在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 那他还是选择了这么做 答案其实也很明显 所以我尊重我也接受 所以我会自己去消化我自己的课题 讲在结尾吧 我真心希望对方过得好 也感谢就是过往很好的这些回忆 那当然我也很希望自己可以过得好 就是希望自己以后可以学会怎么去自洽 希望就是我真的应该懂得怎么独处 学会怎么独处 也不应该再害怕独处 那今天这个sharing很personal 就到这里 讲出来了心里会有比较舒服一点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